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灵净土乃是观世音菩萨愿力所为 为心灵法门的佛子建造 心灵净土离西方极乐世界不远处 若佛子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意念即可到达 心灵净土的房屋乃是根据佛子的意念所形成 花园楼房 此乃殊胜无比 欲去彼国当一门精进 孙师重道 发起往生心灵净土之愿 但佛子往生 我佛必去接引佛子去往心灵净土 今日五佛就为童子开示到这里 来个大师之菩萨 五乃大师智 今日见佛陀为童子开示 也见此缘分为广大佛友开示心灵净土 心灵净土乃观世音菩萨愿力所为 这些都不用我再次说了吧 心灵净土乃是心成立 佛之净土 欲去心灵净土者 当发起大愿 平安世源 不可退转诽谤与师父 在人间应提高境界 不留恋人心之事 放下家庭乃世俗之物 一心去往彼国之心 心肝净一传节 不到心业 人间处处为善 心中实时念佛 佛子们应当发起彼国之愿力 好好念经交业 不与人为恶 切莫对众生有恶念 若有恶念者 往生不得心灵净土 今日我大师智就事到这里 望佛子们好好修 五佛等待众佛子们 师父 分享我了 你看看大师之菩萨佛陀 都非常非常的慈悲啊 他们都互持观心菩萨的道场啊 我站在给你们讲的 根本不是师父什么道场 都是菩萨的愿力所为啊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像那个药师父 他就是也是画出他那个道场 流离世界 对啊 都是菩萨自己愿力画出来的 那师父 菩萨告诉我们 也有地狱 也有天上 就是让我们知音懂果 是这样吗 师父 不要去作恶 是啊 你一念在天上 一念在地狱啊 佛陀 您的大师之菩萨愿意要升起 去往心灵彼国之愿 怎么升起呢 师父您开始一下 师父 我不想再来投胎了呀 我要留到轮回呀 你这个心一定要有的呀 你没这个心你到不了心灵净土的呀 我不能再留到轮回了 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 在人家吃苦吃了太多年了 我下辈子不能再来投胎了 不能再留到轮回 我要升起到心灵净土啊 在这愿力 我要到更开心的地方 到更干净的地方去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那师父 大师之菩萨说 不留恋人间之事 放下家庭乃世俗之物 师父说 你走的时候 你放不下 你根本去不了 是这样吗 师父 我问你 你放不下 你也得放下 对不对呀 对对对 你说你死坏了 你还留恋什么 你留恋都留恋不了了 人都要走了 你只有赶快放下来呀 你活着的时候讲起来你留恋还能看看他们 你要到走的话 你想留恋也留恋不住 你不留恋你也得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你欢迎讴我吗 明白了吗 되 мик Reason 2 ioneaz 启动 你 Congress dell'ith policy是吗 我要做好 然后看看你们哎呀 inel子 你们早点儿 哎呀 你